来人啊 走水了 快来救火呀 注意看 苏塔尔为了能跟宁毅远房 必把大火把耳房点着 等待火势大到无法扑灭的地步 苏塔尔才叫人来灭火 这一切把躲在一旁的宁毅看的目瞪口袋 跟我说一声不就完了 非这么大咒着 原来稳坐江宁贵妇圈C位的丈母娘 打麻将时也不忘跟几个朋友炫耀一番 不好意思啊 你说我们家女儿女婿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非得给我弄这些有的没的 这打牌都不方便了 没想到几个富婆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孩子身上 我家那个大孙子特别黏人 他一天都离不开人 苏塔尔宁毅成婚这么久 丈母娘也没抱上孙子 这让她在几个朋友面前 连插话都插不上 还打不打牌了 来了 打打打 来 我不打 颜面近视的丈母娘 想找来找苏塔尔催她生孩子 可是意外发现 小两口房间竟有一个大窟窿 这才意识到苏塔尔迟迟没有怀孕 竟然是宁毅钻错了洞 原来你跟女婿 就这么分房睡的 怪不得你这肚子 半点洞就都没有 于是便让小禅把宁毅的房间拆掉 小禅也是很听话 分分钟就把宁毅的房间拆得七零八落 可是苏塔尔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宁毅 正当苏塔尔坐在院中一筹莫展的时候 府上管家带着人来检查院中的消防设施 这天干物燥的 可得防止点走水 苏塔尔听到后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小禅 姑爷去哪了 此时的宁毅还在小树林里 跟师父陆红提探陶武学上的造语 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等回到家发现 老耿偷偷躲在一旁不知道在看什么 妈呢老耿 只见苏塔尔把院中灭火的箭筒拿去扔掉 怎么做 万一走水 来不及救火 箭筒老化 接着又若不起事地把水咬子拿去扔掉 万一是火 这一瓢能装多少水 小姐心里得有数 刚说完 装水的木盆也被苏塔尔踢翻 一切准备救血 苏塔尔拿着打火机 随手扔在准备好的柴火上 跟我说一事不就完了 就这么大皱着 命一这才明白苏塔尔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随着火势慢慢变大 苏塔尔还整了一下衣服 然后就开始大喊着救火 就连一向耿直的老耿也看出了其中的道理 小姐这么做 是不是为了和你 烧楼远房呢 你们俩要 等到大火扑面 尔房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另一这回也真成了无家可归 然后丈母娘又开始装起了好人 你说他们也真是够不小心的 但幸好人没事啊 那关键问题是 姑爷你这儿房烧没了 今晚该怎么办呀 夫人 这小姐房间不是空着的吗 哎呀是啊 你看我这想什么呢 那姑爷 今晚 要不然 哎 要不然 要不然 夫人 我那个屋也能住人 闭嘴 请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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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慢点